让我们一同起立,重逐,歌临多前,书后书两段的经文 我们由第二章13到16节开始 预备起 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言语 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熟灵的话解释熟灵的事 然而熟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如绝 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熟灵的人才能看头 熟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 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 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 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 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 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 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 这就是1 Corinthians 2,13-16 这就是我认识,不在言语道教导人,但在言语道教导人,但在言语道教导人 解释语道教导人,解释语道教导人 1 Corinthians 3,13-16 1 Corinthians 3,13-16 1 Corinthians 3,14-16 1 Corinthians 3,14-16 2 Corinthians 4,13-16 5 Corinthians 5,14-16 2 Prince 3,13-16 这里是神的话,求神 都是祝福每一位读祷话语的人 This is God's word May God Flex all those who recite his words 请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福 虎 iasm 风 我们只要在神里面才得到真正的祝福 花了很多时间想找一找圣经里面有没有老虎 结果一个字都找不到 可能在中东写圣经这个地方没有老虎 只有狮子 只有南亚一带 中国 印度 曼加拉才会有 所以希望祝福大家能够如虎添翼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很特别的题目 在2021年开始 我们一起思考这个比较深奥的题目 最近念书改了名叫做元宇宙 元宇宙 为什么Meta翻译成元呢 我不太知道 去年我们在猜传大会里面有几位讲员都围绕着这个题目设立了一个讲座 所以当时的讨论会就是有海报灯给大家看见的 所以当时我们希望介绍这个元宇宙的时代和教会有什么关联 我们请读传大会来将十二位讲员所收集出来的分享来作总结 所以如果你们看着这个字 你就知道是哪几个人讲什么的题目 包括董家华牧师 他是现在世界华福会的总监事 也都参与这个讨论 我们每一个人只能够讲十到十五分钟的分享 所以非常之快 只有两个钟头讲完这么多东西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 你可以看右上角的这个资料 上去网络上可以听得到整个过程 And the article there is also article on 《橘木杂志》 《校园》《橘木杂志》 《海外校园》出版的《举木》这份雜誌里面也都有将这个文章提出来 Behold by overseas campus magazine also published these articles It was only published last week So if you go online you can find my articles on there 举木这个杂志英文是Behold 剛剛上了电脑上网可以看到这份雜誌的内容 Because the time limit I was giving only 15 minutes So there's a lot of things I like to say But with the time limit I couldn't say that 因为只有十五分钟 我没有时间讲完那么多东西 So I'm allowed to have more time over here to give a overall bigger picture of that Especially how is that related to our Christianity, our belief 今日我们在讲坛里面再花点时间去思考这个题目 So after all what is the metaverse 总括来说什么叫做元宇宙呢 I'll give you just a short video and see what is metaverse 我给大家看一看 These two people they are not in physical contact at all 你在这个影像里面是并没有实体的出现的 They're only actually in green screen and with the virtual reality They interact to each other through two-hand controller like this 就在我手上这个遥控器来站在一个绿色的背景上面来操作 So with that I can sense their actions and movement 电脑就会将这个感应传到这个媒体里面 If you are at home, you can wear that goggles 你可以在家里买到一个这样的器材 So with that goggles actually give you a three dimensional immersion experience You are just like you are in the 3D space So you戴上去看着就好像身力奇境一样 So with this two-hand controller can sense your motion 所以加上这两个遥控器 你就要将这个动作存在在这个里面 And with that goggles will allow you to see and to hear So at least you will have a sense of vision You have a sense of hearing And also give you a little bit of tactile sensing and you will vibrate when you touch something So with that goggles will allow you to see and to hear 戴上这个器材 你就会好像身力其境 来经验这些视听动作的反应 你觉得和玩电子游戏有什么分别呢 当然是比较多的功能 好像这里就是在一个虚拟会议的场所里面一起开会 可以在一个课室里面 或者在一个会议厅里面 你说和Zoom开会有什么差别呢 因为Zoom只是两个角度而已 只是2D 你只是用面貌和声音来辨别 但是在元宇宙里面是3D 所以你拿着这个走来走去 就好像在这个虚拟的报警里面 在这个虚拟会移动 甚至你在这个里面和其他人互动 甚至你握手都可以 伸手 他甚至有一个感应器 你好像郭先生对方是在握着你的手 甚至你可以在虚拟这个世界里面 将银纸交给对方 对方也可以接收 或者文件都可以 所以里面的功能非常之多 不是一个新的事 实际上很多影书的文章 已经早就已经讲了这件课题 最早的就是我在太空中心做事的时候 已经发放出来这些文章 所以那时候1980年代已经开始研发这一方面的东西 但是渐渐将这个技术转移到商用 甚至二十几年前的《Matrix》 这个制作在左边的这种电影 已经发放出来 十几年前也都有这么长的时间 但就是看一个很流行的《Avatar》这个电影 我刚才学到中国的名字是叫《亥克帝国》 于是中文翻译我发觉就是《亥克帝国》 《亥克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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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以前就是《亥克帝国》 《亥克帝国》 这些都是科幻的电影 究竟元宇宙有什么特色呢 就是两个字拼在一起 一个就是元 另外一个就是宇宙 Meta means above or transcending 元就是凌鸽所有的东西之上 verse the universe means by the definition of physics 就是这个所谓宇宙是局限在这个时空之间 所释放的能力和发生的事件 所以元宇宙就是超越时间 空间 物质和能量 Meta is above or transcending it 超越就是 元就是超越这四样的上面 Metaverse is how do you transcend your own three dimensional space and time and across the space and time to interact with another person through that metaverse transcending universe 就是元宇宙就是超越自己在时间 空间 物质 能量的限制之下 能够和另外一边的元宇宙来做交流 仍然是需要五观的洞察 就是在我们这个有限的里面 来用五观 眼 耳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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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着这些工具能够与对方连结 这些工具能够与对方连结 这些工具能够使用到视觉 听觉和听觉 这些工具能够使用到视觉 听觉和听觉 触摸一点点 但现在没有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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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已经突破了视觉 听觉和触觉 但是味觉和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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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灵的事 灵界要超乎时空物质能量 所以我们在灵里面 与圣灵 与神的交往就是超越过这一切 所以我们要有合适的工具 所以我们要有合适的工具 在元宇宙 你就需要这些工具来帮你去沟通 但是我们跟神的交往就是用我们的灵 跟神的灵 所以其实元宇宙不是那么厉害 因为我们已经有圣经的教导 是超越这些的 我们甚至是需要这五个五官来去感应 目前的科技仍然是限于视觉和听觉 甚至少少的触觉 所以元宇宙仍然是需要这些工具来连结 但是我们在主的里面 在圣灵里面我们是超越一切 但究竟灵境界是怎样呢? 如果我们只记得我们自己在1.4.8.27 在聂王记上8章27节 所罗门和神祈祷 他说 神果真 住在地上吗? 我建立这个圣殿 但是神是不是住在其中呢? 因为天和天上的天 尚且不够你居住的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2节说 我认得有一个人在基督里上了天上去 所以在圣经里面看 究竟天上的天是怎样呢? 在希伯罗文是 哈אשa 阿耶 所以在希伯来的文化里面 他们有三层天 所以神的灵是可以超越这些障碍 甚至我们五官所能够接触的 能够透入人的灵里面 所以在大马式路上 当时叫做素罗的保罗 就与神有这个接触 他看到天上的大光 这个光让他俯伏 在这个光的面前 听到神对他的声音 就是素罗 素罗 为什么逼迫我 但是周围的人听不到这些声音 也都看不见 所以神是直接 在灵里面 冲过一切的障碍 直接透进他的心里面 所以我们叫他 属灵的依仗 不是透过五官的 所以神藉着灵 启示我们人 是超越五官的 所以神的灵 和我们的灵 可以超越一切 来彼此交流 所以希伯罗文中的三重天 是有三层的 第一层是大气以内 是我们平日看到的蓝色的天 里面有飞鸟飞过 飞机可以在上面飞行 第二层是大气以外 所以太阳 月亮 所有星神所在的地方 现在我们现在这里是大气以内 所以这个大气内外 都是叫做哈萨玛 所以保罗 所罗文的祖告里面 他说的是大气以内 以外的天 和天上的天的意思 所以这里是超越了时空的范围之外 那里就变成是圣祭以外的 第三层 而保罗所说的第三层 三重天就是讲这个圣祭之外的意思 所以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灵魂学 是超越时空的那种限制 那么我们如何交往灵魂的事呢 那么我们如何交往灵魂的事呢 圣经有三个字来形容 圣经有三个字来形容 So in the original text called psuche psuche就是魂 and our spirit is called pneuma pneuma就是灵 and then our body soma 我们的身体就是 我们的身体就是 soma 人是万物之灵魂的 人是万物之灵 是有灵的 死了之后就变鬼了 这个是吓死人了 很多人害怕的变见鬼了 所以今天其实这个灵魂学不是新鲜 其实在圣经里面的时代 也都不是新鲜 所以路加福音这里记载 耶稣基督復活了之后 死后然后復活 在门徒的面前显示 大家都以为他是鬼 圣经的形容在六加福音二十四章 三十七字就说他是魂 耶稣当时就告诉他们 你们不用怕 你看看我的身体 你看看我的身体 感觉一下 摸一摸 摸一摸 接触一下 看我的钉痕 看那个孔 所以神的精美的设计不单止是灵 身体是没有价值的 魂才是 其实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 并且在圣经有教导我们 我们的身体也很重要 并且允许将来这个身体也是不灭的 就好像耶稣基督復活的身体一样 可以触摸的 但是并且受限于其中 所以耶稣基督復活的 正要怕他 正要怕他 西方的神学里面 有时会教导一些人说 你死了之后 你的灵魂就上天了 所以身体就这样化灰了 没有了 你只有灵了 不是的 在耶稣基督復活的 在这句名讲 甚至落到地狱 你的身体也是在那里 所以得救的人 身体和灵魂都是在一起的 所以基督在来的时候 他将我们提升的时候 不仅仅是灵魂 而是身体和灵魂都在一起被提的 你可能会说 那是很难明白的 那是很难明白的 没错 经经本来就不是容易 那是有很多前书 2章13刚刚读过的 在这书里面 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 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 这个圣是大舍的 所指教的言语 将圣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 然而属血气的人 没有灵的人是不领会神圣灵的人 在这里中文的翻译是属血气的人 在这里中文的翻译是属血气的人 在我圣经里面加了一句 这个是没有圣灵的血气的人 那这里是属血气但是没有灵 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书呢 在这书呢 大家可以看一个比对 就是一个有灵的人 和一个没有灵的人 他就是熟悉血气的人 甚至有第三个在第三章里面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所以不能够把你们当作属灵的 只把你们当作属肉体 在基督女为婴孩的 这里这样讲是什么意思呢 有三个学校 你有看到吗 一是精神 第二是精神 这里变成有三种 一种是有圣灵的 一个是没有圣灵的 一个是属肉体的 或者我用这个图来解释给大家知道 比较容易看 看图识字 每一个人都有灵 每一个人都有灵 有体 有很多的理论 就是人有一个空间 是不能够有任何东西可以装载的 这是法国的大哲学家 神学家 科学家巴斯克所说的 有个巴斯克是法国的神学家 科学家 哲学家 是这样说的 在人身处有一个空处 就是人有一个空处 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填满的 这个就是灵 我们都有魂 所以没有魂 就真的魂拍都不齐 什么都不能做 但是里面也有一个空间 如果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 圣灵就会降临在这个空间 那么你的灵就复活了 就好像你现在手上有这个遥控器一样 就可以跟神沟通 但是另外一方面 如果一个人没有这个灵的话 但是他虽然有魂在他里面 但是他仍然是受限于这个空间里面 他会抗拒神 所以他里面那个灵不能够跟神沟通 所以在图上面中间的 是有圣灵降临的属灵的人 但是在右手边 这个属气 血气的 就没有这个灵可以沟通 在第三章 这个就是第三种属肉体的人 让我作个比方 怎么样形容他们 这个人相信神 相信耶稣 但是他不祈祷 他不看圣经 所以他跟灵的沟通是很弱 所以圣灵用微小的声音对他的说话 他无法去回应 但是因为他是属肉体 他就是很薄弱 无法去领会这个圣灵 对他的声音 所以神很渴望我们能够回到属灵的人 各种的温分 让圣灵每一天都充满我们 所以神的设计是什么呢 所以属灵的人 就是跟神能够在灵里面沟通 也都有一个肉身在他身上 因为神革应他会给我们一个 不会磨灭的身体 灵会住在我们不灭的身体 永永远远跟神在一起 就是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指及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自灭亡 反得永生 不自灭亡不单止是魂 不单止是灵 不单止是灵 甚至是身体 也都不自灭亡 所以永生是永远的灵魂 永远的身体 永远跟神在一起 这个就是福音的中心 所以我们也都解释 为什么神要猜他的儿子 降生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神是可以直接 透过耶稣基督将生命赏赐给人 透过这个异常 将这个灵 来转入人的身上 在圣经里面 旧约有很多先知 就是借着这样的方式 来与神 这个其实都不是 很普遍的例子 就是主耶稣 是道成了一个身体 来到我们当中 就是这个道成为了肉身 所以耶稣能够成为肉身 可以让人触摸 见到的一个身体 所以住在我们中间 是充充满满的 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都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所以神跟我们的沟通 是续有灵 也都有体 所以过去两年里面 我们有很多思维 两年透过Zoom来到见面 我们真的很想 能够有肉身实体的接触 虽然我们仍然是保持距离 但是我很想见到你 虽然保持距离 但是我们很感谢神 牧师都能够探访我 来到亲眼见到实体的见面 有些人说 哎呀 神不用实体了 善息就连教堂都不用存在了 我们只是想 空中 网络上见面就行了 那么我们就要问一问 为什么需要 道成肉身呢 神的心意就是希望我们灵里面沟通 更加是有实体的沟通 那么我们怎样应用在这个元宇宙 在拍照之前 请大家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广东中山孙一仙 我是广东中山陆浩东 出生于上海 十六岁的时候 孙带过传福音给我 我就信主受了洗 广东姓魏陈少白 我父亲就是基督徒 电影十月围墙里 狼尘会演的就是 我还去过台北 带Buckler 乐死竹南长沙团星 江府人称我 华智将军 嘿 Georgia 该你啦 哦 哦 sorry 我 我姓华 叫华盛顿 你们叫我乔治 George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没有了元宇宙 这些人是不可能 大家彼此见面的 所以用这个元宇宙 你可以超越时空 来传福音 再想一想 这个情况 就是想到一些人被迫害 就好像在伊斯兰的国家里面 所以你这一刻信了主决志 你下一分钟可能就没命 老实说 我们远东广播中心 都是向伊斯兰国家传福音 除了中国的福音事工之外 我们也都向印尼那边发消息 你知道印尼和巴基斯坦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透过这个传媒方式 来传福音给他们 所以到如今 远东广播公司 对这个中国传福音 已经过了七十年的时光 最保守的估计 最保守的估计 透过这个广播 我们超过一千万人 信了耶稣 这个是超越时间和空间 我们可以使用这些工具 因为时间我们跳过这个队 大家认不认得 李克逊总统在这个广播里面 就是说到当时阿波罗13号 他上了太空 太空人死亡 而宣告的一个言论 其实那些言论是假的 只是透过这个工具来播出来 在当时是MIT 麻省理工学院 一帮人制作这个片段 给世界的人看 所以里面其实有一些五道的里面 所以这里也有伦理方面上的问题出现 我们只是将它化为一句话 所以一个元宇宙可以控制不同的阿弗塔 所以在不同的领域里 它可以掌控当时的场景 所以我们是否可以在这个元宇宙中建立虚拟的教会呢 是否可以在元宇宙里面守圣餐呢 而在我自己的经验里面 我已经试过在网上和大家守圣餐 所以我们是否可以用虚拟的方式来施行浸礼呢 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疑问在里面 但是在实际上也都可以这么说 当在一个迫害基督教的国家里面 就透过这个虚拟的网络交流 我需要对方愿意接受主受浸 我们怎样做呢 所以对我们浸水会来说 那我们就做一个浸池 充满了水 然后透过示篇 那你这边 你在营幕上宣告奉圣父圣子圣明给你施浸 那你自己就下了水 就自己和自己浸了在水上 这个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怎样能够有效地将福音传扬给对方 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呼召 怎样来到在虚拟的真实里面传福音 所以在这书就是 在虚拟的真实里面 能够施行有德行的实现 VR一定要有VR 让我们祈祷 多谢天父你批给我们新的工具来运作 将福音来传扬开去 传到那些实体不能够到达的地方 主要求你赐给我们智慧 如何我们能够好好地应用这些工具 好用这个来临的新的苦年 我求求你每一天都赐给我们聪明智慧 有着的如虎添翼一样 祝福我们教会牧师传道 保护他们 特别在这个疫情当中 有耶稣基督 好像道成肉身一样 让我们能够实体的来去侍奉你 求你每一天都保护他们 让他们有平安、喜乐和力量 来去促使 好 让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 都能够安置神的心意与神同行 我们这样祈祷交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谢谢 谢谢